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觉得还有很多方面的欠缺 这次过来希望能得到赵老师的指点 你好 你好 赵老师 怎么称呼你 我叫刘萍萍 现在小刘行吗 好的 不行都要行 有一些专业的老师教过吗 教过 应该有一定的基础 这样你今天不应该叫我来吗 没关系 这样我们今天先通过一些活动 打一打球 然后再看一看 那你就多提问 好的 好吧 好 停一下 你休息一下 刚才看你活动一下 打了一下 一个就是打了这个挥拍的这个动作 我个人感觉就有一点不联贯 其实我觉得很可惜 因为蛮正规的 其实有点蛮高的 发力应该还算好 但就是有点把你的一个动作 我觉得你到打要打时 突然会停了一下 然后再打 变成你把你的力量给它 就分散了 对对对对对 这个作为一个女孩子我觉得很可惜 因为本身就不是特别有力 还有一个呢 就是说在吊球的时候 我觉得吊的不是特别理想 就是说一个质量不太好 另外一个我觉得太远了 而且那个击球的那个感觉也不是特别好 那我觉得比较可惜 因为做一个女的选手来说吧 她其实很多是靠这个跑动的 那你以这样的方式 我觉得你可能没把对方位置拉开 就变成她的活动范围很小 这样你就会比较吃亏 所以等一下吊球再做一做 好 然后看讲完这两个 看看你还想知道一些什么 然后你再说 先打高球 所以你自己首先要注意点 要准备打球了 这个动作给它一次就完成就好了 好的 它会狠一点 哎呀 力量集中一点 还可以啊 其实现在看上去会比刚才好一点 然后这个发力也是一样的 你这个准备好了 这个发力这样就好了 那你现在有点 太长了是吗 是 你看你整个打的这瞬间是这样出去了 尽量就是 停住 力量 发出去 停不停没关系 你可以顺势下来都没关系 但是这个力量是要在这把它发出去 而不是这样发出去 那个赵老师我想问一个问题 就是后场高眼球这个球 就是那个我看见好多人都是到这个地方 然后就会拍出去 但也有一部分人打球的时候是走抬的比较高 然后再会拍出去 哪种就更合理些 当然是第二个比较好一点 第二个好 为什么就是说它主要是一个击球点就不一样 看在这个地方 它击球点应该是在这个地方 可是如果我抬起来的话 这击球点应该更高的 和在这儿了 有没有那个发力的问题 就是在身体内侧的时候发力比较集中 如果外侧的话发力就比较 也可以这么讲 为什么就是说在靠近你的时候 你还可以借你的身体的这个惯性的力量 但在这个地方打球的话 通常主要是靠这边的力量 对 走固定了 所以力量可能会比靠近这儿要来的小一点 有些人可能他肩关系不是特别好 所以他可能他是任在 可能他不能太靠近 是可能边一点 这个其实关系不大 但尽量以至高点为主 你的高点越高 那时间越短处 那下来的球可能危险会越大一点 主要你要看一个是动作的 它的一致性 再一个就是手腕 我也不需要用多按理 你看这个手腕大概会什么样 不要停了 你看你挥拍也在停 对对对快一点 这个动作你看 就是一次 一个动作给他 完成掉 好的 快点 好 可能 有一点难度 就是还有一点点 没关系 这个你先不要太去计较了 嗯 看看这个发力 好 好不好 来 放松好 还是长了一点 来好一点 好的 如果要是手腕上下 然后发力的话 那不是要倒拍子了吗 拍子就倒下去了 你拍子本来就倒了 你以为你现在拍子 输在那了吗 然后 你现在拍子是不是倒的了 你拍子上来的时候这样是吧 然后这样 本来拍子就倒了 你看到 是不是拍子都倒的了 这样过来 那我们其实摸的是比较松的话 它就这样 所以本来就倒的 你拍子并不是舒服在那边的 就是好像你点一样东西 或者闪动一下 这个感觉 你现在没有 你现在是一个整个的 好的 这个还可以 放松 好的 有一点样子 放松 这个最好了 很漂亮 这个 很好 这个就是做点吊球 好 好 嗯 吊球刚才我也跟你解释了 作为一个女的选手 就是这个拉根吊 一个最基本的这个技术 而且场上很重要的 嗯 吊球一个要求 过往的时候 贴往 进往一点 落点 好 几个 嗯 还有一个就是球速 好 你那是杀球还是吊球啊 哈哈 还是太远哈 来等一下给你的要求哈 嗯 往这儿掉哈 哦 好的 这个向吊球 很好 哎呦 没事没事 嗯 好 停一下 我觉得后面几个啊 应该是很好的哈 大体的那个切球都还相当不错 一般来说业余他不太敢这样去做 所以这个还是做的相当不错的 这个我觉得还是很好 但是有一个呢 就是说太温柔了一点 啊 啊 求速了点慢 对 一个是求速一个人 整个动作啊 嗯 就比较慢的 嗯 是啊 比较慢 所以就 这是我气质 哈哈哈 所以给你的对方可能 没有那种危险的 是 所以有时候打球稍微 就是你的速度稍微快一点 摆的速度 嗯 这样的话他完成了会比较顺一点 所以这球就是一方面他比较天网 嗯 球的速度也比较快 是 动作也比较狠一点 对 踢起来 所以这个叫球其实虽然是一个很简单的 但是你要认真做的里面还是 有蛮多的这个讲究 好的 这个很好啊 狠一点哈 哎 对了 好的 放松一下 嘿 对了 对了 摆住再快一点 力量控制一下 好的 这个很好 漂亮哈 好的 总的感觉应该还不错 就是注意我讲的几个 一个就是再狠一点 力量就是到气球稍微收一点 嗯 不要完全送出去 送出去可能会比较圆一点 稍微收一点 其实刚才你看 刚才打高球的时候 已经有了 嗯 这个时候 其实还可以这样 但是这个力量比刚才 小一点 啊 去尝试一下 啊 这样才才有意思嘛 对不对 是 你天天学学 就是希望有一点变化嘛 对吧 然后打出来球 可以让对方觉得比较头痛 比较难接 那你也比较开心嘛 可能过两天 人家来找你了 嗯 黄老师 叫我一点吗 嗯 刘老师 行 经常看比赛的时候 觉得那个 就是盖德嘛 经常用一个就是反手的那个 嗯 拨球 拨 拨哪里 对 拨那个对角 对角 对 然后 然后 我觉得这种小技术挺适合女生的 然后我就挺想学这个技术 行 好 那没问题 一个方面 尽量把球放到前面 身体前色 对对 这样比较容易变化 有些球到了身体后面比较难 尤其像这样的窝拍 它根本就没办法打对角 除非变化一下窝拍 还有可能到对角 准备要稍微 精力集中一点 然后呢 动作出来的时候要狠一点 好 来 看了有点明白没有 刚才我讲第一个是准备要积极点 然后这个出去快一点 这个右脚不用这样过来吧 看球 球 你说这个球刚才他发到这了 你说我过来我就没有必要了 就我我这个脚就可以 但这个球比较远怎么办 对 加一波 当然你也说可以这样 但是真的如果在这呢 可能不够了 对 然后他必须要这样 对 好的 给他点力 哎 对 哎 这个很好 对 这个就太软了 这种球如果人家杀撞的话 你可能打都打不到 你手腕一软它就下去了 好 这个手腕 这手要稍微硬一点 好 好 这个跟刚才你的接的球是不一样的 嗯 刚才就是因为你这个太软了 手腕要顶住 这个要顶住 这个千万不要顶住 然后大拇指发力要顶他一下 发不发力要看别人 嗯 别人的球比较重的话 你根本不用发力 他有力的 你可以借到的 嗯 人家球比较轻一点 你可以给他一点力就行 这手一样 只要不要软下去啊 稍微顶住他 尤其这个后面的十指 十指要顶一下 对对对对 刚才是大拇指 对对对 就行了 放松 对对 放松 放松 好 看到球就这样就行 这个叫干脆一点 球的速度还比较快嘛 好 那我试一下 再试一下 好 顶他一下就好 还有你还是有点出去了啊 嗯 你看球来就就别动 就一下 对 好 别动他就就这样就好了 好 再试一下 嗯 这让力量一点圆 别管 这个是对的 加来这个力量再收一点就好了 好 比你刚才那个太太太大的动作